這次的路線規劃 從孫兵廟出發 走孫龍步道 陰戈石步道來到陰戈石 接著續走陰戈石步道來到觀景幕平台 再走陰戈石步道光明山零線步道來到三陰測量點 然後走碧龍步道來到牛罩坑山 最後再走碧龍步道來到歸宮山碧龍宮 總距離約2.7公里 今天的目標 要來找尋英哥的牛罩山系上一個神秘的地方 就是龜崙山 又稱龜宮山 現在在九一 前面的這一條山路就是孫龍步道的入口 我們從孫龍步道出發 Lets go 走在孫龍步道上 目標 陰戈石步道 現在前方就是一個岔路 深龍步道轉 陰戈石步道 我們沿著陰戈石步道 往前走 前方就是陰戈石以及旁邊的涼亭 來看一下陰戈石 來看一下陰戈石 現在來到了陰戈石的平台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陰戈石就在前方 前方的視野也很好 可以看到三櫻桃花園 還有火車站 接著呢 繼續往陰戈石的上方步道 陰戈石步道繼續走 下一個目標 觀景台 Go Go 陰戈石步道 陰戈石步道 上方 這一條 整理的很乾淨 也很清爽 好走 好 現在來到了觀景平台 這是一個木造的平台 這裡可以看到土城地區 三峽北大特區 以及櫻戈石 以及櫻戈石這邊 不過被樹木擋到了 前方遠遠的那一根 廣播天台天線就是淵山同中 還有淵山秘境 淵山頂 好我們現在繼續往前走 下一個目標呢 就可以直接到達牛造坑山基點 現在走的這一段呢 是個小竹林 逆境 兩邊都是建築林 來到這裡呢 是個大屁股石 來看一下這兩個石頭 是不是很像蠟皮小新的大屁股 前面那個岔路呢 就是櫻戈石步道接光明山林線 接著呢 我們要繼續走光明山林線 然後來到下一個目標 牛造坑山基點 走在光明山林線上 天然的樹根 只有當作是階梯 前面這個岔路呢 是光明山林線 接壁龍步道 在這個岔路口 有一個三陰的控制點 測量水泥柱 9402號 我們現在繼續走碧龍步道 下一個目標 牛造坑山基石 碧龍步道有一段兩棟 有種香蕉樹瓜 在碧龍步道上 有一個小段的小竹林逆境 好 我們現在來到前方呢 就是牛造坑山的觀景平台 在觀景平台旁邊呢 就有一座 牛造坑山的基石 福根點 離開牛造坑山 我們繼續走碧龍步道 下一個目標 就是櫻哥的密山 龜崙山 又稱龜宮山的基石 走在碧龍步道 往碧龍宮方向的山路上 來到了碧龍宮上方的涼亭 水泥涼亭 神秘的龜宮山 應該就在這附近了 找找看 這裡有一塊看板 上面寫著龜崙山 龜宮廟 齁 那麼基石在哪裡呢 原來基石就在 越過涼亭 這裡一個小小的走道進來 找好了 這裡就是神秘的龜崙山 龜宮山 海拔205公尺 傳說中的神秘三輪龜宮山 它也是一個水泥柱的測量點 是由神府地震處測量局所設立的三等控制點 現在在我後方的就是龜崙山 龜宮山的基石 神秘的龜宮山 找到了 成功 耶 龜宮山周圍 目前被雜木所包圍 所以沒有展望 旁邊有一根很大的鐵塔 要下碧龍宮的地方 有一個涼亭 可在這邊休息泡茶 告別了龜宮山 我們現在呢 就要下到碧龍宮 走碧龍步道 走在碧龍步道的台階上 下一個目標 碧龍宮 也就是龜宮廟 碧龍步道的終點 就直接接到碧龍宮的殿堂 廟宇 內部 這裡侍奉的是八卦廚師 來到了碧龍宮 來到了碧龍宮 前方就是碧龍宮的廟宇 也就是龜宮廟宇 也就是龜宮廟宇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碧龍宮 今天的目標 碧龍宮 探反神秘的龜宮山 任務達成圓滿成功 耶 回來 在碧龍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